加上去 然後就可以把它run出來我們要的結果 不過你會發現 執行它的時候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點一下 好像有點怪怪的 哪裡怪怪的 它怎麼樣呢 它會卡在 前面那個地方 為什麼因為我們是滑鼠油把點那邊嘛 所以它會把那個動作 也做一遍 剛好你點過去的同時 你這邊不是會有一個什麼 執行這個 向下填滿它要跑很久 因為它實際上 是每個每個範圍去做check 可是會 就是這個問題 其實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個好像感覺 跑起來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因為它卡在這邊 然後最後做完才會切回去 這樣子的話呢 感覺有點不是很舒服 雖然不影響結果啦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不可以限制說 它不要 有剛剛切過去那個效 那個那個畫面 卡在那個地方 感覺好像有一點點 程式 雖然 有點不是壞掉 但是感覺有點快要壞掉那種感覺 有沒有辦法 讓它不要有這種效果出現 其實你可以 在那個 程式裡面 其實只要加上一行程式 基本上 就可以解決剛剛那種 卡在那一行 那個那個畫面 的問題發生 為什麼會 有那個卡住的問題 主要原因是因為 畫面要更新 但是因為你背後又 跑一些程式 所以它變成說到底要更新還是不要更新 然後程式又 跑 其他的東西 所以 只要怎麼樣 只要把那個畫面更新的部分 關閉就可以 那畫面怎麼更新 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把畫面更新 關掉的話 第一個呢 你要知道說 畫面更新 由誰管理 其實只有Excel Excel的話呢 它有一個物件名稱 叫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其實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點下去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這個 裡面的話 會有很多設定 其中有一個叫 畫面更新 畫面是Screen 所以打個S 你會發現 底下有什麼 Screen Updating 你可以把Screen Updating選取 等於後面加一個 你會發現有 開跟關 有沒有 True的話是開 關的話呢 就是False 所以其實把 畫面 更新給關閉就可以 好 其實就加這一行 理論上應該就OK 我們來試一下 剛剛那個畫面沒有更新 有更新 所以它會卡住 所以把畫面更新關掉 試一下 清楚喔 按下它 你會發現 有沒有 畫面這個時候 它不會卡住了 不會像剛剛 最後有沒有出來了 OK喔 所以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 不要有剛剛那個問題發生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再加一個 Application.Screen Updating 把它關閉 畫面更新 其實就可以 不要有剛剛那個問題發生了 但是呢 請注意一點喔 如果你畫面把它更新關閉 目前當然還沒有看出什麼樣 不好的地方 不過我是建議喔 最好你可以在那個畫面 最後End Sub上面這一行 把它再加一個什麼 把它再打開 因為如果你沒有打開 以後應該要更新的地方 卻不更新喔 以後比如說有些地方 它可能要跑夜的東西 讓你看到 欸 只有奇怪怎麼不 好